剛被抓包現在又把畫面上這種噁心的紫色廢水 給直接排進溪水裡面 上市公司潤泰全球陽梅二廠 上個月中才剛被查獲偷排廢水 那前天又被查獲了 他們繞流經由雨水道排放口偷排廢水 而且還排放黑煙 環保局昨天除了開罰38萬 還寄出了停工令 並在工廠的雨水道加裝了電子繳僚嚴密監控 所以只要一旦出現不正常排水 那這個污水的電子繳僚感應器 就會發射訊號到機查人員的手機上 那至於潤泰什麼時候可以復工 只要看工廠提出的改善計畫書判定